为于竹山镇的台湾民间药用植物园 种植了许多种类的药草 为了让民众认识药草的效用 日前竹山镇工作也吸手台湾民间药用植物研究会 任劳办理全国民间药用植物展活动 吸引了许多人潮前往 目前西药发达的时代 药草药的发展稍微的越来越颓势 越落势 那正常是说我们竹山难得有一个那么好 有一千多种药草的这个园区 希望可以集结给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说 药草有它的一个功用 N7有成立二十几年了 目前我们的N7里面有台湾原生种 有一千多种 外来种有六七百种 总共加一百将近两千种 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参观慢慢的看 主要是台湾原生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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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奏牌都做得很清楚 药草的运用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先年参谋也肯定活动的办理 让民众对各项药用植物有进一步的认识 感谢到我们的古人 在过去这个地区 把我们这个药草的每一个功效 都给我们知道说不爽快的时候 要如何来地量 在这也感谢到我们 主持人政公所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的台湾民间 药用食物园的那些所办的 这个活动可以慢慢成功 让我们对到这个药草 更加的认识 更进一步的了解 先年齐林也认为 村国民间药用植物展 活动的发起 能够为地方带来观光效益 期待活动日后能够持续办理 那我们也更期待呢 我们公所呢 以及我们的民间药用植物协会呢 能够继续长期的在举办 这个活动 因为今天来了非常非常的多 有全国各地的一些 喜好药用植物的朋友 那我们期待呢 我们的这一个药用植物 它的发展性能够越来越好 然后也能够带动我们竹山地方的观光 议长和胜丰肯定活动的发起 带领民众认识药用植物 也期待透过活动能为地方观光发展 带来更高的效益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